因為一開始跟隨隊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我一開始就想說 可能棒棒接個球啊 拖個場地這樣 但是後來我想說 既然隨隊的話 我們應該要做點什麼 那就是像龍龍剛剛講的 就是觀察場上的狀況 隨著球隊的局勢 然後每一局的狀況 然後來帶動氣氛 我就是負責喊聲的啦 然後響哏就是恩智負責響哏 我就是負責喊聲 因為我響比較大聲啦 真的很吵 這兩個一搭一唱喔 真的 本來黃恩赤跟鄧志偉兩個是最搭 因為現在突然反覺得這個系列賽 黃恩赤跟郭敬偉兩個真的 也不差 好像在說相聲一樣也不差 鐵開前面三場獎 現在他們都是很享受比賽 看我們休息室的那個就知道 大家從一球賽一開始 就是很享受這個氣氛 因為則來不易 噴霧那個乾冰那個 我是覺得客廠 因為來到這邊打安打 他們都會噴霧嘛主場 但我們沒有 所以我就把那個帶出來 我們比較廉價的 對我們比較廉價的噴冰 如果說大局的話 一局大概一罐就結束了 像昨天大局的話 那一罐就用完了 所以馬上公司是請三品過來 大概有三局的大局 對 一局一罐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大家都放開來 發自內心的 想要喊就喊出來 然後有時候把聲音喊出來的時候 會宣洩到你心情有一些壓抑的東西 因為喊聲可以感染所有的隊友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負責這一塊 本來就是凝聚力 我們球隊其實是蠻夠的 但是我已經看到是 另外一種的凝聚力了 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覺 不管你表現得好 表現得壞 我們都是挺你的 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們都是奮罩到最後一刻 大家一起輸大家一起贏這樣子 我們到11月還有球可以打 我是覺得就是已經最後一場了 就是希望我們的球員可以享受在這個其中 把開幕戰的那種感覺 氣氛所有的感覺都發揮在最後一場 然後就是不要讓自己後悔 不要遺憾這樣子 兩位會想要成為休息室那群人嗎 好像已經成為了 對 我們已經成為那群人 那希望明年還有一次這樣的機會 我希望我們兩個人是場上的那群人 對 拍照